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在古代有许多物件可以象征权利 金印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科技并不发达 印章也很难伪造 所有的公事公告 没有了印章就没有了法律效力 而在所有的朝代中 金代的金印更是珍贵 目前发现的几个都是无价之宝 然而在黑龙江有位说破烂的老人 却捡到了一枚金代金印 这位老人常年以收破烂为生 一次他无意捡到这枚铜印 正准备将其卖出时 看到铜印底下有几个字 觉得有意思便留了下来 穿了根绳子挂在了狗脖子上 当成了小孩的玩具 老人的外甥人在大学读历史系 无意间看到了这枚铜印 一下子就知道不一般 当时他推断可能是金代的观印 如果是真的必定价值连城 于是他将这块铜印交给专家鉴定 专家鉴定后十分激动 确实是十分珍贵的金代观印 这枚金印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专家当下便建议他将文物捐给国家 但这件文物是自己舅舅的东西 他一时也做不了决定 回家后告诉自己的舅舅 这件金印的价值后 舅舅坚决不肯定上交国家 他说那是自己捡到的 要国家向他买 但是由于出价太高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最后协商下 舅舅同意将这件文物 交给自己的外甥女导管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 他有多值钱 只是知道 这块金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但在今天看来 这是一届无价之宝 而它如今已成为当地的正短之宝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 优质历史短视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的 毁个人 明显 卖